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脸庞上露出了一丝复杂之色 张口英纯想说些什么 但还是没有说出口 而范夫人听了这话 虽然神色仍保持镇定之色 但是她眼中却流露出了一些掩饰不住的兴奋之情 哎呀 想必这位就是那妙阴门的紫灵仙子吧 哎 可惜脸上被施展了法术 真有些遗憾啊 站在寒历不远处 兴奋的修士 突然喃喃自语 寒历听了心里一动 紫灵仙子的名头 似乎听人说起过 据说容颜美若天人 是乱星海最出名的美女之一 难道就是这个女人 寒历有点惊讶的 远远望了紫衣女子两眼 这个时候 紫衣女子和范夫人两个人说完话 就衣带飘飘 由如天女一样的飞回了乌云 然后在两位美女门使的郑重神色下 众人终于出发了 十几道各色光滑从山峰上冲天飞出 排成了一个松散的队形 一路向北边飞去 寒历和屈魂在队伍的忠厚位置 一声不吭的闷头赶路 但那位姓孟的修士 却不知道为何飞到了寒历身边 笑嘻嘻的和她说个不停 诶 寒道友 你是怎么答应范佐使相帮的呀 孟某是因为在下的一位小妾 是范佐使的一位亲传弟子 不得不还这个人情啊 诶 难道范道友也是 在下可没有道友这般厌福 范夫人只是答应到时候 会送在下一样东西罢了 哎呦 那可真是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老弟啊 这妙阴门最好的东西 当然是那些冒昧如画的女弟子了 哎 特别是两位门使亲自调教出来的弟子 那真是哎呀 听到这位喋喋不休的言语 韩丽虽然不动声色 但心里边却有一些哭笑不得的感觉 不过这种自来熟的话语 却让他回想起了黄蜂谷那位于大师兄的啰嗦劲 还真让他对此人产生不出什么恶感 于是 在韩丽有一句没一句的搭力中 整个队伍在妙阴门之人的带领之下 朝着未知的地方飞去 一座荒岛之上 在这个岛上 另有妙阴门的几位低阶弟子早已经等候多时 而那帮劫匪的巢穴也就在离此不远的另一座无名岛上 正有其他的弟子在盯着他们呢 在得知所有邪修都在巢穴内并没有外出 从乌云内再次飞出的紫灵仙子 当即让韩丽等修士稍微休息一下 明天一早趁对方不备之时才发气偷袭 一夜无话 第二天天刚蒙蒙大亮 这众修士就漠然无声的出现在了邪修老巢的上空 就是这里吗 紫灵仙子有些疑惑的打量了一下身下黑幽幽的小岛树边 这个岛实在是太小了 前后方圆也就树里而已 说它是岛屿吧 倒不如说是一块巨大的礁石比较恰当一些 没错 不但金蝉峰跟踪到了这里 两位长老也先后来确认过了 里面进进出出的人的确是那些邪修 听了范夫人的话 随一女子默默的点了点头 心中再无疑虑 不过此地显然啊 只是对方的一个临时落脚之地 不但这岛屿小的可怜 甚至在此岛上空 也只布置了一个简单至极的小患阵而已 根本拦不住任何人的 格杀勿论 于是在这位子灵仙子一身冰寒的命令之下 乌云中的赤火老怪一声怪笑传来 几道轰隆隆的雷火打了下去 就轻易的将此阵扫荡的一干二净 然后众修士不再客气直冲了下去 这破阵的动静显然惊动了岛上之人 数到奸笑之后 岛上近四五十道各色光滑升起 一大批修士影响了他们 领头的是三名杰丹七修士 他们一届眼前的妙阴门等人不禁一愣 还没有等他们反应过来 范夫人一个打已经脱口而出 然后放出了一只银轮法器率先攻了过去 那其他修士一看也毫不客气的纷纷出手 顿时啊天上各色光芒飞剑 奸笑之声大气 韩力既然想要打天雷竹的主意 自然不好意思不出手一下 就和驱魂随意的各放出法宝 圈出了五六名铸鸡妻的修士 准备将他们一举全坚 以韩力和驱魂的结单妻修为 对付几位驻鸡妻修士 自然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可是让那吃惊的事情出现了 这四五名驻鸡妻修士 一发现韩力两人是结单妻修士后 竟在神色大变之后 纷纷争破了衣裳体型狂掌 竟变身成了韩力再熟悉不过的煞妖形象 这可让韩力吃惊的 差点把眼珠子都瞪出了呀 不过变身之后的几个人 虽然说速度和修为都长了一大截 但是韩力如今也不是当初的驻鸡妻修士了 这几个人也只是多支撑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被驱魂和韩力用绿黄剑和混人帛 击成了飞灰呀 韩力这个时候才发现 这些人的变身似乎和那黑煞教的煞妖还是有差异的 不但不需要念咒化简就可以变身成功 而且啊体内也没有凝结的血凝五行丹 这可让韩力如坠云雾啊 更加的狐疑起来 暗想这这批劫匪是不是和那黑煞教有什么关系 不过他马上就收敛心神 凝神向其他方向望去 现在是打仗的时候 那可不是思量问题的时候 否则被什么人趁机给偷袭了 那才是冤枉至极的事情 可是入眼的情形 让韩力心中的疑团是越来越大 只见这些邪修 注击期的十有八九都使出了煞妖变身之术 并且组成了一个个小团体 正凶悍至极的拼命者 他们当中修为最高的三位结丹妻修士 早就被赤火老怪 水斩法术扯进了黑云中 困在其内而无法脱身 听到乌云中轰鸣声不断 他们似乎正苦苦支撑的样子 如此一来 对方的这些助击期修士 在数名结丹妻和十来名助击期修士的狂公之下 转眼之间就被灭了大半 可是剩下的人仍然一点不怕死 毫无惧色 他们彪悍的样子 让大厦狠手的妙一门修士 也大感恶然 暗自诧异不已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狂怒的笑立声从下方传来 直阵的妙一门的诸位修士 两耳嗡嗡直响 人人都不禁脸色全变 还愣着干什么 快灭掉他们 几少的家伙就来了 乌云中传出了赤火老怪的声 众修士这才恍然大悟 急忙催动手上的法宝和法器 继续猛攻了起来 不过岛上的修士 听到了这笑声之后 精神大振 抵挡的是越发的顽强啊 竟然一时无法扩大战过 而岛上飞出了数道灰白色的长虹 转眼间就到了空中 众修士见此才纷纷助手 如临大敌的望着心飞来的五名杰丹七对手 只见为首的中年大汉 脸色撇清 虽然长得五官端正 但是满脸的煞气 而且从他身上的法力波动来看 修为远远超过其他四个人 仿佛是杰丹后妻的修为 其余四个人呢 只是普通的杰丹初期修士 只不过这些人同样眼中冒火 望着妙音门的诸人 你们是什么人 竟敢屠杀我们隐煞门的弟子 本座要你们学债学偿 中年人呢 略意打量场中所剩无几的弟子 神情英丽志齐 听了这话 其他人都是一乐 怎么这位劫匪 没有一丝被人找上门来的觉悟 反而说的如此理直气壮啊 其中有些机灵的人 不禁有点犹豫起来 望向了此行为首的 子灵仙子和范夫人等女子 子灵仙子清澈的美目中 也浮现出了一层疑色 正想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却有一个人大喝一声冲了出来 废话少说 你们都全都是死有余辜 谁呀 那竟是一只紧跟着范夫人的赵长老 突然飞出了人群 并一仰手 放出了一道杖许长的火光 直奔对方几个人飞来 中年修士见此大怒啊 支流的一转 忽视一下子身上冒出了十余杖高的灰白魔气 这些灰白之气急速的翻滚起来 经瞬间化为了一只白淋淋的巨大鬼脸 这个鬼脸一现世 马上就张开大口 恶狠狠的向前冲去 赵长老放出来的火光 正好呢 一头扎进了鬼脸的巨口中 一闪即适的消失了 接着 鬼脸毫不停留的直扑向了赵长老本人 顿时 这位赵长老露出了惊慌之色 他一笔飞出去更快的速度 身形急闪之后 马上又飞回了人群中 并且口中大声的嚷嚷着 大家一起让好 这家伙是结单后期的修士 单打独斗 我们可都不是对手啊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听了这明显煽动至极的话语 这边竟真有两位结单妻修士 和一部分妙音门的助击妻弟子 马上放出了法器和法宝 攻击那鬼头 但是更多的人 则面落狐疑之色 冷眼旁观起来 场中显得有些混乱了 见到这个情景 韩丽的面皮微微的抽搐了一下 手脚未动 但身子却和驱魂向后缓缓滑去 不对 这事情有点不对劲 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韩丽已经有了可能出现危险 马上抽身而走的念头 且慢动手 这里面有点蹊跃 此一女子也看出了其中的不妥 冷冷的向那些妙音门弟子呵斥道 但是妙音门这边动手的修士根本无动于众 仍然闷头围着那鬼头猛攻 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 看到这个情景 没有动手的韩丽等人 脸色微变 心中一沉起来 对面的中年修士 那也不是愚笨之人 同样看出了事情的古怪 他微微一愣之后 果断的冲鬼头一招手 那鬼头怪笑一声 一张口 无数颗灰白色的光球 从口中喷出 瞬间将所有的法器和法宝 都击打得是东倒西歪 趁机飞回到了此人的身前 那出手的修士一愣 一时倒也没人敢 独自冲出人群去攻击对方 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趁这个机会啊 死灵仙子终于飞出了人群 站在双方中间冷冷的问道 怎么回事 你们无缘无故 杀了本门这么多弟子 还问本门主 怎么回事 中年人晕寒的说道 两眼不知道什么时候 变成了诡异的碧绿色 结了我们妙音门的货物 还杀了本门的门主 是你们做的吧 紫衣女子盯着对方的眼睛 毫无感情的缓缓问道 胡说 我们引煞门 虽然一向很少和外面修士来往 但怎么会做出这种不齿的事情 中年人一听 面露怒色的大声说 听了这话 紫衣女子沉思了起来 但是眼睛中却流露出了冰寒之意 其他的人听了这番言语 也都意识到了什么 神色各异 看来我们双方中了什么人的圈套了 范夫人忽然从重修士中走了出来 缓缓地说道 哼 是你们中了圈套 不是我们 中年人脸沉如水的阴森说道 此人辛辛苦苦培养了这么多年的弟子 几乎一天之间全灭了 那怎么能不让他对眼前的这个人恨之入骨呢 要不是觉得对方结单其修士太多了 而又没有把握对付那乌云中的诡异修士 他就是知道对方是中了别人的圈套 也要拼着元气大伤 将这些人重创于此 紫衣女子听了这话 眼中仍是冰冷至极 而旁边的范夫人则只能苦笑以待 赵长老 福长老 你二人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呀 紫玲仙子慢慢回过头来 凝视着人群中的两个人 平静地问道 随着紫玲仙子的冰寒声音 其他修士的目光刷的一下子 瞅向了人群中的某处 赵长老和另一位中年儒生 正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这儒生正是经常跟在卓如亭身边的 另一位妙音门长老 见到此幕 范夫人和卓如亭 都想到了什么 脸色都是难看至极啊 这里面又以范夫人气色最差 或有一些气急败坏的样子 谁在那里鬼鬼祟祟的 乌云中忽然传来了赤火老怪的一声怒吓 接着一连串雷火从云中飞出 如灵蛇般地向附近某处袭去 只见原本空无一人的地方 光险一暗 凭空一大片飞气爆裂开来 将这些雷火吞噬的一干二净 接着一个矮矮的青年浮现在了那里 乌丑 已经悄悄退到队伍最后面的韩丽 一件青年的模样 心里一惊暗呼出了此人的名字 这个时候 其他的修士也有不少人认出了青年 同样惊呼了起来 隐煞门的人更是脸色大变 狠狠地盯向了乌丑 但是为首的中年人却神情古怪起来 他盯望着乌丑之鱼 竟隐隐地露出了一丝惊恐之色 嘿嘿嘿 哎呀 真不愧是顶礼大名的赤灰老怪啊 竟然能看穿本少主的隐秘秘书 不错 厉害 乌丑满不在乎的望了在场的众人一眼 目光落在了乌云上 哼 乌云中传来了一声冷哼 就再也没有其他声响了 这可让乌丑脸色一沉啊 这里的事情 难道是你们吉阴岛搞的鬼 从发现了事情不对劲之后 一直就没说话的朱如亭 终于开口了 不错 这里的事情都是本少主安排的 你们妙阴门的货物是本岛的人接走的 二位长老也是本少主吩咐嫁祸给尹上门的 大出所料啊 这乌丑没有一点遮掩的意思 冷笑了一声还就全部承认了 并且两眼射出淫晦的光芒 在那紫衣女子的身上转动不停 紫衣女子目光清冷如旧 只是冷冷的望着乌丑 那眼光中完全是一种要杀人的寒气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二百二十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